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agicardia 剛剛9月1日 NVIDIA宣佈了RTX 3070、3080和3090 大家其實都蠻期待這次的Launch 因為這次是有Ray Tracing以來的顯示卡的第二代 而上一代的Ray Tracing除了不是太多遊戲有光線追蹤之外 另外開了光線追蹤對遊戲效能的表現是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大家都蠻期待這次3000系列的RTX顯示卡可以效能去到哪裡 還有當然就是價錢是怎樣 首先講了大家最關心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價錢 RTX 3090就是賣1499美元 而RTX 3080就是699美元 RTX 3070就是499美元 對回港幣大概就是3070就是3900美元左右 3080就是5400美元 而3090就是11000-12000美元左右 而上架時間方面 RTX 3080就是9月17日開始上架 在NVIDIA的官網上 然後3090就是9月24日 3070就要去到10月 而香港應該是不會有Founder's Addiction的卡 所以大家就要買回Custom的顯示卡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在9月底10月開始會有貨 那你問我這個價錢貴不貴呢? 對於我們這些窮的L來說就什麼都貴的啦 但是價錢合不合理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挺合理 甚至其實是挺佛心的 那我們就看看效能先啦 那首先要講啦 這次這個發布會只有39分鐘 那它沒有任何的實際測試 任何的實際示範 也沒有一些實際的Benchmark和FPS給大家看到的 那它所有表都是一個relative的一個對比而已 還有呢只是有小部分的示範 好像那個Marble的示範那樣 那它也找了一些人去試它把RTX3090在8K 60fps那裡打機 那那些人就表現到哇好正呀好驚喜呀這樣啦 效能方面啦 最重要大家要知道的就是3070已經競過2080ti啦 那我剛剛這個星期才砌了一部2080ti的電腦啦 那那部機器不是我的人家借給我玩 還有現在我要砌 難道我可以拿到3070給大家砌嗎? 我都是最近我都是用到RTX2080ti而已 那所以大家就做個參考啦 那那看回個表先啦 3080呢它這裡已經說它的效能是2080的兩倍啦 但是它的售價呢 是跟2080super一模一樣的 那它也是很明顯地強過2080ti的 那看回3070呢 那最直接的比較呢 3070已經是直接強過2080ti啦 但是它的售價呢 就是499元啦 它的售價是跟2070super是一模一樣的 那還有這張圖呢就是說在這個新的架構上面開了ray tracing的時候呢 3070開了ray tracing可以做到在1440p 60fps和4K 60fps之間啦 那所以你在2K呢 然後高的FPS都是沒問題的啦 那另外呢就是3080開了ray tracing的時候呢 可以很穩陣地上到4K的60fps以上的 那而3090呢 就可以做到8K 60fps啦 那這個都是超誇張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裡有8K呢 如果你有8K呢 在留言告訴我吧 那最後呢 它就有這個表啦 全部都是一個相對的performance來的啦 那它就有不同的game啦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呢 3080呢 在大部分的遊戲呢 已經可以接近超過2080一倍的效能啦 那這些效能的chart呢 全部都是NVIDIA給我們的啦 那所以 我們沒有實際的bandchart 我們只可以 現在就順著它先啦 那你說它們是不是貴 是很貴 但是它的性價比呢 其實比起以前高了很多 你看回你用2070super的價 4000元 你已經可以買到 2080ti以上的效能啦 2080ti我昨天看DC fever 那些人還在賣2手7千元 那所以我才說NVIDIA 這次其實真的挺罰心的 那3080呢 它是已經比2080ti 幾條街啦 但是它的售價是2080ti的半價 而RTX 3090呢 它是直接取代了這個Titan RTX 但是它的售價呢 是Titan RTX的半價 那所以其實都是挺誇張的 而且它們還沒有宣佈這個RTX 3060啦 我的假設就是RTX 3060的效能呢 那另一方面呢 大家都關心的就是你這隻火牛夠不夠力呢 那現在呢 看到有一些廠的顯示卡啦 RTX 3090呢 例如這張Sotec這樣呢 它將RTX 3090就是建議利用750W的火牛 它就說Power consumption是350W的 那對於在Power consumption或者Efficiency方面呢 那個發布會裡面就其實就是講到 有這個新的AMPIRE架構呢 是上一代桃鈴架構的1.9倍的Efficiency啦 就是每一W呢 它就可以給你1.9倍那麼多的效能出來的 但是用電呢 大家都預期只有350W左右啦 那所以你的火牛呢 如果用到3090、3080呢 都750W 850W是走不掉的啦 而它的PCIe Connection呢 之前我們就 看到很多說12PIN啦 那看到呢 在 發布會上面這三張卡呢 除了3070我們看到有個 這個是12PIN的Connector啦 其他兩張3080和3090呢 我們都見不到它的PCIe Connector 但是同時呢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廠已經 昨晚已經announce了 他們自己的custom的顯示卡啦 那例如ASUS MSI GIGABYTE Sotec 這樣 那它們都是用到這個 兩個8PIN 又或者三個8PIN的 那所以大家其實都不用擔心的 還有 如果是需要 額外12PIN的話呢 我相信它們都是會 在包裝裡面跟著一個adapter 去給你轉去12PIN的轉習的 那RTX3070和RTX3080呢 好像都是兩槽 到2.5槽的卡啦 3090呢 就是極級大張的 好像有沒有照顧到ITX用家呢 那暫時呢 看到那些廠出的顯示卡呢 都是三風扇的那樣啦 都是長卡和厚卡來的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要砌機呢 去找你的機箱呢 就最好真的做多一點 research 又或者留多一點空間 給一張大卡啦 那小卡的選擇來說呢 其實這一刻就不像有多的 好像只看到有SOTEC有TWIN EDGE這張的版本啦 那它就是一個兩風扇的短板啦 還有華碩那張DUO的卡呢 都是兩風扇的 連MSI FANTAS那張呢 現在都有三風扇啦 那散熱方面啦 之前看到它說那些風扇呢 奇怪怪的啦 一個在前面一個在後面啦 那其實呢 後面那個風扇呢 它那裡是沒有PCB的 那所以它是直接抽風 穿過那些散熱旗邊 將那些熱風呢 帶上去 CPU和主機板那邊的 那這個做法呢 不是新的 但是這個做法對於 如果你用塔散來說 你的CPU散熱呢 有沒有影響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之後測試才知道啦 那暫時來說呢 這個做法是OK的 還有因為除了RTX3090之外 3070、3080都不支援SLI的 就是你不會將兩張卡搭在一起啦 那所以對散熱的影響呢 就不會說很多 那另外呢 都還有一些features啦 還有一些特點 我覺得都算有趣 但是未必是太多人關心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它說了啦 以前呢 我們 Loaded game呢 就是由Storage那裡 拿去經過PCIe 然後就去 經過CPU去RAM 然後再由RAM去GPU 去GPU的 記憶體那樣啦 那以前呢 這樣子是慢的 而這次它宣布了的 RTXIO呢 就是完全bypass了的 直接由Storage那裡 去拿那些data啦 然後經你的GPU 去到你的GPU的記憶體 那所以這次大家看到呢 這次的RTX3070 8GB 3RAM啦 然後3080有10GB 3090是有24GB的 而它的3RAM呢 也是用到GDDR6X 那就去到19Gbps 那它的速度上呢 也是快了很多的 還有它說這樣做呢 就可以用少很多你的CPU 還有就是DLSS2.0啦 它也有在發佈會裡面說過啦 就是用一些Deep Learning啦 去將一個低像素 Scale Up 去到4K 但是它就可以用AI呢 去佬補回那些空位 以及反鋸齒 那在發佈會裡面呢 它也有show到一些圖片呢 就是說 開了DLSS之後 在4K裡面呢 它甚至可以比起原生的4K更加清晰 還有它的FPS呢 是會更加高的 那這方面呢 都挺值得期待的 因為如果是真的話呢 今代的RTX卡呢 我們就可以做到高畫質啦 高像素啦 以及高FPS 全部東西我們都可以同時得到啦 那還有一樣呢 就是它 開頭的時候 說廢話的時候呢 就說到這個NVIDIA的Broadcast啦 有些模擬背景啦 就是你不用買那個錄幕 它都可以直接把你Key在 另一個畫面上面啦 還有都配合到RTX Voice啦 那它也有曬到說呢 就算你沒有錄幕都好 它都可以完美地 查到你個人的動作去到哪裡呀 甚至是 我這樣轉身拿些東西呢 它都可以 鏡頭可以追著你的 那都挺有趣的 那我 希望遲些可以試一下啦 那最後的問題就是 RTX 3000系列顯示卡 值不值得買 或者值不值得升級呢 看完發佈會之後呢 我自己覺得是值得買的 如果你是 想著這排砌機的話呢 我都覺得是值得等待的 而我覺得最受歡迎的呢 應該就是RTX 3060 和RTX 3070啦 因為你真的用RTX 2070 Super的價錢 你已經可以買到RTX 2080 Ti的效能啦 所以性價比其實真的挺高的 但是呢 同時要考慮的就是 就算性價比高的價錢 價錢也不是便宜啦 還有呢 你要考慮就是 你的螢幕啦 因為如果其實你 都仍是用這個 1080p 144hz的螢幕 去 打遊戲的話呢 那你做這個升級其實 真是 意思不大啦 其實你真是用不盡 它現在說的 它的效能是說到 去到4K 60fps 或者至少它有2K 144fps的啦 所以自己呢 就要考慮你的預算 你如果升級了顯示卡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你什麼時候會升級你的螢幕啦 而我相信呢 2K打遊戲呢 都會慢慢變成主流啦 那所以就真是自己去考慮自己的 upgrade path 是想著怎樣做啦 那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等不等A card呢 Big Navi RDNA 2顯示卡 可不可以跟RTX 3000顯示卡鬥到呢 那這方面呢 我就不知道啦 有些人說 就是不要期望那麼高啦 有些人又對 Big Navi 期望真的很高啦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A card粉絲的話呢 你可以等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A card工程師這件事啦 那對我來說呢 如果RDNA 2 可以catch up到 就是可能3080或者3070的效能呢 那對我們用家來說 當然是好事啦 因為有競爭的嘛 那我們可能就會見到一張3080Super 3070Super那樣啦 因為呢 其實在3080和3090中間呢 都有幾大個效能的gap和價錢的gap的 那所以可能下年我們會見到一張3080Super啦 重點就是 就算A card真的很好啦 即是你接下來買RTX 3000是列顯示卡呢 都可以guarantee到一個很不錯的 打機的體驗和效能的啦 那所以都不會說真的有輸蝕啦 那所以暫時就是這樣啦 可能9月底10月呢 可以讓大家看到一些 廠出的RTX系列的顯示卡的實物啦 還有做一點測試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啦 如果喜歡就給個like 我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subscribe和按一下小鈴鐺 你還可以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page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